好 关于父母亲由于身体生病 上下楼很不方便这个问题 你现在有一个什么设想没有啊 怎么来解决 就像您刚才说的 把五楼的房子住出去 从给租一个奔小区的这个房子 一楼的 完以后便于它和是一楼和二楼的 要是我父亲就是说的 不相信我就是说 他前脚从那儿办法 我后脚入住和我变卖那仓产 咱可以立一个一个文字性的东西 可以写东西 我也不入住 我也不出收 你也不入住 我也不出收 我不希望这样 我想希望一次性解决 您希望一次性解决我们能理解 但是呢卖房这个事情 必定是个大事 对吧 不像我们买房一下狠心就买了 卖房有时候还是挺纠结的 这个事是您能做主啊 还是我要去征求您老伴意见 这个我也不租 我就是卖 卖不了 卖完了以后是怎么处理 卖完以后一人一半 我现在就要求一人一半 阿姨还是 别的没有要求 我现在就不放心这个布 一人一半 刘老师啊 我这么想啊 阿姨呢可能一方面没有听到咱们刚才老师给她的解读 也没听到女儿的表态 所以可能阿姨啊内心还是不放心 所以还有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再去征讯一下老伴意见 对 对于女儿提出的想法 母亲提出了反对意见 那父亲对此又是什么看法呢 那我们联系一下问问叔叔吧 叔叔您好 您好 叔叔 您说 咱们先放下对女儿过去的一些成见 或者说一些这种看法 咱们先就事论事 咱们把问题先解决了 您看好不好 好 那刚才女儿也做了很多的表态 那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老两口还特别坚持一定要卖房吗 我跟您说 这个尽量 这两个字 就是叫人担心 他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您太不了解他了 他毕竟是我的女儿 我了解他 我太了解他了 他的所有的承诺 可以都能够说 就是一张废纸 如果他说的那些话 我完全不可信 我现在跟您要求 叔叔 您听我一句 今天这个场合和在家 那不太一样 我知道 今天女儿是面对着全国观众 可以说在做出一个非常郑重的承诺 而且我在想 女儿今天听了我们专家 这么多的解读和劝告之后 我相信在女儿心里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的 那我们作为父母的 跟女儿其实是没有真正的仇的 难道您不愿意鼓励一下女儿 您给女儿一个机会吗 叔叔 我给他机会 只能给他 只能给他这个机会 如果房子卖不了的话 把我老伴的名字 填到房板上去 一药费不用他花 收了也等于放屁 他不会拿钱 刘老师看来 我跟叔叔的沟通 效果还不太理想 要不然您再跟叔叔说说 我跟你讲 我有个建议 烧点收入 我想请吕律师到台下 就对房屋属性问题 给老先生再做一次解读 这样您跟刘老师 就一起带着老妈妈 到观察室当中 也跟老妈妈和老父亲 一起跟他们沟通一下 请不吝点赞